原来16岁少年的短跑成绩 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前些日子小扒曾介绍过一个来自泰国的少年 在之前那场比赛中 他在现场风速为每秒三米的大逆风中 跑出了10秒44的成绩 一时间轰动了整个亚洲田径圈 如果没看过的话 那就一起再来回谷一下那场比赛 这个成绩绝对称得上是新的亚洲希望了 就像上面说的 三米大逆风还能跑成这样 应实力可以说是在10秒15到10秒20左右了 但是这些都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的年龄只有16岁 并且在那期视频 小扒还说他如果能够正常训练的情况下 进步肯定会十分迅速的 只是没想到会进步这么大 20秒19 我记得上次他跑20秒37的时候 好像是上个月月底吧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他就进步了0.18秒 虽然现场的风速为1.7米的顺风 但是明显可以看到 他的前程和起跑是改善了 甚至在冲线的时候 还放了一放 才有20秒19的成绩撞现 看到这 可能会有朋友说 说到底也只是个20秒19的成绩 拿到国际赛场根本不值一提 这么说确实是 但是这个成绩已经达标市锦赛水平了 而他今年才16岁 也不用说小扒过分吹他年龄 像奈顿那种17岁跑出19秒49的 这种是没法比的 要从实际出发 从自身出发 才能感受到16岁200米20秒19 这份成绩的重量 并且再说一个现实的问题 16岁能拿到双国际 健将水平的选手 整个亚洲也没几个吧 所以还是十分值得大家期待的 不过还是那句话吧 以后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料 只希望说是能够按照正常的速度进步 未来谢震业的19秒88亚洲记录 还是很有机会的 你们觉得呢